大會主席、副議長 以及各位議員、各位媒體記者 以及各位議會的同仁 大家早 那麼首先呢 要感謝我們全體議員 對民政AEU的支持跟肯定 再次的感謝 那民政策的工作報告呢 享受70月到88月 那重點AEU在第1月到第4月請參 那做幾點的補充說明跟報告 就是說在這個明蘭2號演習呢 在跟贊仲還有動員三合一的會報呢 已經在這個3月8號跟到3月10號辦理完成 那總共有4天 動員的人數有1542人 那各式的車輛120輛次 飛機試駕次 那還有本府的空拍機前程 那已經順利完成 那第二部分就是這個 地方的地方自治治理的一個會議呢 邀請鄉鎮市長還有課長還有主辦人呢 來對這個對治理上的一個講習呢 那課程包括0206邀請台南市的消防局副局長 來做這個他們的親身救災的一個經驗的傳承 那還有包括我們一個消防局對這個災如果發生呢 以摩納客為例來講解 那也順便到台中市去殘訪去瞭解地方的建設 那第三就是村里幹事呢 村里幹事呢 的一個講習呢 也在辦理完成 總共呢有200多人參加持實力九成 那最主要就是針對我們這個最近的一個登革熱啦 還有地方的一些有時候被堆住廢棄物啦 那邊泡報紙的一個儲存 因為村里幹事呢 是服務在我們最基層的公務人員 也在第一線服務 所以我們邀請他們來 請這些專業單位呢 來跟他們講解 希望他們呢 能夠在這個第一線 負起這個查查的責任 那這樣呢 就會減少有很多的一個不必要的困擾 譬如說水上呢 還有冬食呢 他們都因為被廢棄的塩埋 造成對這個土壤的汙染 雖然都要清除完畢啦 但是浪費的時間是很久 很久 對這個環境也造成汙染 以上 我們各位議員工人 對我們民進處 怎麼要提出問題 來 市議員 denken 同ement 還有我們 在後面坐著所有的 記者 先生 小姐 大家找 大家平安 在就是 民政處的業務 B Juan 之前說到 我們原住民的事情比較多 當然在這裡本席是代表我們原住民選出的議員責任重大 那麼在這裡工作報告裡面有幾個是想要溝通 也是要請示也要加強的 第一點就是我們阿里山鄉來講是文明中外 當然我們覺得阿里山有阿里山鐵路 有台式八線 一般認知來講就是阿里山是一個非常幸福的鄉鎮 但是我們實際上來講的話是 其實不是那麼這樣一個很幸福的鄉鎮 因為我們阿里山來講 台式八線阿里山公路沒有經過我們原住民部落 阿里山鐵路也沒有經過我們的山地鄉 所以是我們原住民部落非常的困難 所以在這裡我們的施政報告裡面我們就說有關我們103年度的 104到106年度的有關的我們特色道路 請我們處長就是說在100本年度的那個特色道路 就是那個計畫是不是已經核定 是不是已經核定下來了 因為我們我們也可以說我們阿里山鄉的道路是非常的需要建設 不僅是農路也好還有其他特色道路 因為我們覺得這特色道路 每到雨季七八月合定以後有時候來不及做 希望我們的特色道路 我們建設我們建設我們阿里山鄉的工程能夠即早核定 即早施工 不要核定都是七八月一直偷偷偷偷偷偷偷到雨季 或者台風季節 對我們阿里山鄉是非常的困擾 希望我們道路交通 我們明星處能夠積極地跟上期跟英明會來積極爭取我們特色道路 早一點施工 我想本年度的那個特色道路是不是已經核定 感謝議員對這個特色道路的一個關心 那這個我想好幾次我們都有跟議員直接跟英明會來聯繫 那目前還沒有核定 我們可能有再給他催促 希望就剛才議員所講的 在這個興起來以前能夠趕快來動工 那不然到時候又因為這樣一個天候的關係 導致於這個工程就會比較慢 好 第二點就是我們阿里山鄉 鄒主非常重視一個黃河土地 蒸花邊土地 那麼早上在部落裡面繞一繞 很多很多老百姓講議員 我們申請的蒸花邊土地 為什麼到現在沒有進展 我想當然我們明星處是非常認真 做事情我是很肯定 但是我們下級單位 希望我們明星處要督導那個鄉鎮公司的單位 真的有都是新人都不了解 很多那個蒸花邊土地 這個蒸花邊土地的作業它是不受這個年度的限制 也就是說每年都可以辦理 但是辦理的期間沒有那個成果 像去年度 千年度 所申請的那個那個黃河土地 好像都沒有成果 另外一點就是林務局 大部分 所審查的都是沒有通過 我想這一點 我們請明星處對於我們下級單位 尤其鄉鎮公司你們不要客氣 我一眼是鄉鎮公司那邊 我會在鄉鎮公司二三十年出來 對鄉鎮公司很了解 對不認真的 我們希望要積極的督導要輔導 不要讓老百姓政府好像是無能 本來是好的一個政策 結果老百姓一直罵政府 我想這一點這個有關的3D業務 希望我們民政處要積極督導這個鄉鎮公司 讓這個老百姓覺得鄉鎮公司有這個功能 不然他你鄉鎮公司沒有功能 這個感覺廢掉算了 對不對 梁其智政府不是很好 我想我對這裡 我非常有意見 工作不利人民申請案件都不會做 其實尤其是我們那個有關皇后土地 都集在那邊 也沒有績效也沒有成果 我建議我民政處好好督導我們 下級單位的這個這個工作的情形 我想這一點 拜託我們處長要督導 讓我們工作能夠做得非常順利 謝謝 因為鄉鎮公司是牽涉到我們整個原住民 的幸福與否 你做事不利 我們原住民 原住民是一個鄉公所 我們現在不是一個原民科 我們民政處 我想這個兩級 政府真的要好好的 為我們廣大的原住民服務 這樣原住民才有感覺 真的照顧他們 我想這一點 特別在我們民政處的工作報告 在提醒一定要加強對我們原鄉 好好的輔導 好好的重視 這個器塊 尤其是轉型正義 我們原住民對於新的政府 他們的期盼很高 一定要把這個關聯要 要跟著時代要進步 不要一直莫守成規 永遠都是一個老套的方式 這個老百姓 這個各村落各部落 包括很多地方的老百姓 他們都一直照顧聯田 他們都一直防禦議員 一定要加強 我們集成單位的衛民服務 我想這一點 特別向我們民政處來說明 好 謝謝 謝謝議員 對這個環弱土地 這個一個關心 那蒸化邊土地 這個最主要 他的就是說 總共申請430億筆 那 最主要他必須跟公所跟林陸局來匯刊 那林陸局匯刊最主要就是說 要了解過去你有使用這塊土地的事實 那也因為造成這樣 那核准的比例變低 那目前大概有65筆有通過 那23筆已經完成審查 那3筆已經登記了 登記5年 他5年經過以後呢 取得地上錢或耕作錢 他當然就可以取得所有錢 那已經通過這25筆 我們會督促公所進市來辦 那剩下的就是 過去也在人民會有跟他們建議 希望說過去使用的事實 雖然拿不到這個證據 但是不是由市民來證明 但是好幾次的建議啦 也是 人民會還沒有同意 那針對這一部分 我們會繼續的來努力 那針對剛才議員關心的 我們會盡速的來督促 鄉鎮公 阿里山公所 對這個已經辦理了 那盡速來辦理 來核定他 那個就是 因為 我們這個原住民的業務 我大部分都很了解 因為我在鄉公所已經帶來很久了 農業課 建設課 民政課 我還沒有當業是在社會課 對業務非常熟悉 也當成兩任相關 非常清楚 所以說這個 我不要動太多時間 在工作報告 就是說 在諮詢當中還是 某些部門還是要請教一下處長 去諮詢的時候 我就不要動太多時間 諮詢的時候 我們再研究一下 好不好 好 好 謝謝處長 對我們三級的犧牲奉獻 你最認真 我特別感謝你 謝謝我們處長 謝謝 處長 那個 市議員剛剛在講 如果要補充資料 會有補充給議員 好 好 那來 來完整議員 大家早安 那個 處長我要請教你 那個 我們各個村裡的活動中心啊 都有鑑識照嗎 就是都有使用指照嗎 這不一定 不一定 那 因為村裡的活動中心很多 也是其實都是村民在使用的嘛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應該怎麼做 因為安全的問題啊 那 這個 村裡 的一個活動中心 有好幾個系統 那就是說 如果已經興建有使用指照的 或者是 舊的建物 有這個證明 有75年以前 有這種證明 那目前呢 他是屬於競爭型的計畫 內政部呢 都有編經會 每一年我們都會 發文 那請公所呢 來提報這個 有必要改建 如果真的是改建 或是第一次要興建 他最高補助是400萬 那如果是修繕 你能百萬 那那個 修繕是一個 還有包括一個村裡廣播系統 那這一部分呢 其實 各鄉鎮公所都有報 至於沒有使用指照 使用指照部分 因為過去歷史的嚴格 也用了蠻久的 那這一部分呢 就不在於 現政府的一個 很明正處的一個 這個健全地方的基層組織 那這樣子的話 如果沒有 譬如說他原本的 本來就是沒有使用指照 那那個村 那他們還是在那邊 可能村辦公室還是在那邊辦公啊 村民還是在那邊辦公啊 還是在那邊活動啊 那這樣子安全 像現在地震那麼頻繁 這樣我們有沒有什麼樣 可以去協助村裡的 如果沒有使用指照的這一部分 那也可以向這個社會局 來申請 因為他們也有參與這一部分 一部分的工作 好我希望說這個可以 你們再去研討一下這個部分 然後還有就是 我看那個86位 你們有做那個門牌的枕邊 然後我想要請問你 你知道鹿草有一個蜂愁村嗎 蜂愁村 沒關係那個不用看沒關係 我們鹿草有一個蜂愁村 然後我發現他那個路標 跟他的那個門牌 蜂愁村有分海風跟賣掉後 然後海風的風 其實他不是像我們現在豐富的風 可能他是那個禮貌的禮 就王岐禮議員那個禮去掉水汁旁 就那一個 那個字是念禮 可是呢 我們的門牌上面寫的就是海禮 你知道嗎 這部分我想會後 我們會聯絡附贈 我想你們在門牌製作的時候 因為我們是需要 需要經 就是用經費下去做 那如果有這樣子的 疏忽有這樣錯誤的話 其實這樣子就是浪費了 去瞭解 那這個麻煩你們再留意一下 然後我要請教你就是在 顧宮開家門嘉義賞燈去 跟那個東京異想世界這邊 你有用經費嗎 這邊你有用經費去 就是辦這個活動 你這邊有出到經費嗎 就是因為基本上 這兩個活動 古年的時候 到元宵節的時候 你這裡有出到經費嗎 我這一部分的經費我們是現場 現場的書作都是由樹廟來洗廟 我們是有去跟他 什麼意思什麼 洗廟 來參展的單位負責 憲長那 不是我說 我們民進出家 你有出到經費嗎 沒有 你沒有 你完全沒有 就是你沒有參與到這個部分的 有 就是現場那七家寺廟 是由我們去跟他欠募的 希望來共襄聖籍 那這個經費都有書廟自己來負責 他們自己去書作完成的 他們的設計我們有跟我們研討一下 好 那我想要請問一下 我想全部的局處都是 你們如果有 因為我看現場的施政報告 或是有時候其實你們在接受採訪當中 你都有說我是去募款的 說我們管政府沒有錢 你是去募款的 我想要知道說 你從去年到今年 到現在為止 從去年一整年到今年為止 每一個局處都是 你有募款的 你募款的錢是放到哪裡去 然後你是怎麼樣下去做那些錢 下去做使用的 因為我不知道說 我們的經費 你去不看人 大家管 你都會說 想管多少 想管幾百萬 想管一千萬多少 不過我不知道 你們的錢到底是困在哪裡 你是用在哪裡 你剛才會說 像現場昨天的施政報告有說 那個什麼更生人 耀營的 那個更生人的 中突資價 什麼收容中心的 他說募款了460萬 我想要知道說 那像這個460萬 我們是存到 人家募款來 是哪些募款來 是存到哪邊去 然後是怎麼樣做使用的 我希望說 今天就先講給各個局處知道 我要知道說 你們每一個 就是你們只要有的是 人管錢 管何管金戶 然後你就要是 給我說 你是存到哪邊去 你經費是放在哪邊 然後呢 你是怎麼樣使用這一筆錢 我要詳細的資料 這樣OK嗎 有局處有問題嗎 我要的是這樣的資料 然後還有就是 我想出國齁 我之前我應該是第一次 我就職之後開會的時候 我就有跟那個 綜合觀察處處長說 我要那個出國的資料 那我想說因為每一個局處 我後來發現說 你有的可能是什麼基金的錢 就是招商什麼獎金 然後什麼基金 然後各個如果你們有 縣府裡面有同仁或是局處長 或是我們的縣長啊 反正不管是誰 只要是我們縣政府 你是用公費的 就是 你是農我們的那種錢 農我們的管政府的錢 下去做你出國的 我要你是從哪邊 用的錢 然後是哪些人下去出國 這個資料一樣都給我 好以上就這樣子謝謝 來 來 我們翁議員 我們台會主席 我們府議長 各位主管 各位我們的黨員 主持人 我一直覺得說 我們的這個 教育市政府 吃我們管政府過過嗎 我是不知道 但是吃我們水腸人 真的吃夠夠了 我先這樣說 我說這都有經濟 剛才包括我去研究 教育市會送中的問題 他沒有 他沒有 齁 你要知道說 教育市 重分化路設置 我們 教育館市的價格 民生社區的價格 這裡 每一年齁 到秋冬季節的時候 整個我們水腸 鄉大概有五六川 民生寬樹 都受到這個 他們的這個 污染污染的困擾 這其中一項 和這個荷震 就有兩項 第三項 還有什麼你知道嗎 最近民生社區 這個 嘉義氏 我來吃個中火 過期 我在鄧民鄉 那個當中嘉義氏 我來吃個中火 鄉蘭 不是說 鄉鄉上面 是說 你們大家都來協調一下 看說 這個醫療 這個價格 這個中火 是不是影響到我們水腸鄉 鄉親的這個 出入的問題 或是甚至說 幾月才不用幾月 大家來做一個協商 完全不滿 最近呢 我五月十二 把市政府 用 去本郎給他甄情 之後 又甄情師去甄情 他們到 到當時 今天 才要下去 民生社區 這個中火路 出來到自己的 新路 可以說醫療 是一個 非常 避險的 這個路口 結果呢 市政府的態度 讓我覺得 實在 不怪 人家說 突然 我覺得 是真的 很有可能 市政府的態度 不積極 裡面的主管 就不積極 再來 在我三號 那裡有一個發電窗 變電瘦 所有的好看 設立 都把你設立管理 好看市政府 你得 回饋金 分化路 回饋金 也是說 我們 抱歉 分化路的回饋單位 是以縣市為單位 他說法令規定這樣 也沒問題 但是問題 我們這次就研討 是要做的 總總 總總 我告訴你 這些問題 相關的局勢 我希望 我們這次主管 可以 主動來 教育市政府 來做一個聯合 相關這些問題 要怎麼做一個 做一個處理 火種庁 火種庁 大家用得對 市政府 不能說 我一年賺多少 一年後多少 來作為 他要回饋的 前提 這樣 第六局 年年開孫 就政府要關起來 所以說 我們行政部門 我覺得 管治 過去 當然我們可以理解 兩位管治政府不一樣 政黨 有可能 為到政治因素 為到一些種種因素 有可能 大家互相來 來意見的 提案 要去培革 但是 今天 管治政府的市長 都是 一樣的政黨 中央也是一樣 我們民政黨的政黨 我希望 看這個時候 好好來解決 一些管治之間的問題 我相信 不是跟主張鄉 有這個問題而已 民鄉 泰國 煩惱 抵抵 最嚴格的市 價格的 這些行政 很多都有這種問題 要怎麼去處理 處理 你可能要好好地 進行 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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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政府 市議會 有議員 在這順 他說 違法經營 市政府 帶頭 我們管治政府 都沒有法理 管治政府 是 我們的官員 都在做什麼 八成 如果有一個違法 就要開門 我們 市政府 我們都點不點 對這個 我告訴你 你生活好跟阿公 我們 平基會 一些這些問題 我是希望 你尤其 非送領的部分 你要 切切去處理 就好 我 不可以 不可以 說實際的 好坑都能吃 還要跟我們 最想要在那裡 不然我就說 很簡單 我們管治政府 扁五百萬 給市政府 麻煩他 非送領給他 扁他 他就一趟 最想五百萬 沒辦法扁五百萬 給他 因為 非送領不是自己的 鄉親利用而已 我們自己的 鄉親利用 不然我們五百萬 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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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我是希望 出場的 比較積極 有啦 目前 這個主管 沒區別的 你算其中一個 我先給議員 做一個簡單的報告 我說不必 你現在說 說得到 有機會 不得到一樣 我是希望 你肯定要清洗 管治政府 要怎麼處理 你現在說的 因為管治政府 你一定要叫管治政府 大家 說有一個 我們有辦法 叫市政府 做一個 做一個最好的 我是說 市政府這種態度 之前說 那麼久了 含一個 一個 審判的角度 不然這要怎麼處理 大家也好處理 完全沒有了 市政府的態度 是有夠關的 主財是有夠關的 齁 你 這點 你特別注意一下 好 來 我們還有議員統領 對民進座 來 市長 那個 我在請教他 我們家議員 現在有辦法 做 做人 的 土地 還不可以處理 處理 這麼正常 你做金 什麼 各方面 你收多少 你 這可以完成嗎 一部分 土地做人 齁 一部分 我可能就要來 因為這時候 我這裡 沒有 你像一些觀光所在 這個都做人 對不對 你做金怎麼收 你應該 公開 我們了解一下 齁 啊 做金 有 才有時間 你扶也沒有啊 對不對 你們當時 我們做金也有補進營啊 對不對 這個問題 我相信我們財図 這裡 當時不貴也知道 你不需要我們知道嗎 這部分我議員報告 因為他這個 因為財產管理單位 是 這個 在財政 但是你 做事是在你們家啊 沒有啦 啊 我這裡來請教 齁 你這個問題 你可以在我們接觸進行 你這裡 讓我們同學 這樣好不好 因為這 這都在 財政局啦 對 這個管理 實在是你們管理嘛 在做到 讓財政處理而已嘛 沒有管理嘛 沒有 因為看我們項目啦 看我們項目 沒關係 我這部 我這裡 要請財政局 來自己幫我們報告 好嗎 好 來鎮國府議員 當您對民進處有意見 如果沒有好 來 我們處長請坐 好 謝謝 謝謝各院的主導 來 請我們經濟發展處 大會主席 陳副議長 各位議員 女士先生 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早 那感謝各位議員 對經濟發展處 業務的一個支持 那經濟發展處的工作報告 在第127頁到第143頁 那重點業務部分的話 是在第15頁到第16頁 那敬請各位議員參與 那接下來針對我們的工作內容 做災要的一個重點報告 那首先在臨時工廠登記部分 那依據工廠管理輔導法 以及未登記工廠 補辦臨時工廠登記辦法的規定 那在工廠這邊是需要 是屬於低污染事業 那且要符合環境保護消防 水利水度保持及其相關的規定 那在辦理受理第一次的一個 未登記工廠部分的話 總共有158家的廠商提出申請 那取得臨時工廠登記的話 總共有74家 那第二次的部分的話 總共受理了138家的廠商申請 那目前已經取得臨時工廠登記的部分的話 有22家 那第二個有關於住財補貼業務的部分 那是依據資建自購住宅貸款利息 那以及租金補貼辦法的規定來辦理 那在申請租金補貼是由申請人 或者是其配偶 以及戶籍內的一個直系親屬跟其配偶 那必須符合無自有住宅 以及將來年所得及財產 對於規定的這樣子的一些條件 那在去年104年度的話 總共受理申請有536件 那基於擴大照顧弱勢家庭 那積極爭取中央這邊來核 核定的那個核定戶數的一個增加 那我們這邊總共的核准補貼有473件 那在今年度105年的話 是預計在今年的7月21號 我們開始受理申請 那第三個有關於今年那個0206的地震 那導致台南圍觀大樓倒塌的 這樣事件的發生 那為協助民眾了解他們自己所處的 這個建築物的一個結構性能安全 那我們這邊配合內政部來辦理老屋健康檢查的工作 那總共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部分是計畫受理在申請 是在86年5月1號以前就已經取得 建造執照的一個老舊公寓大廈 那目前已經辦理公告 那並且受理到今年年底 那歡迎這段時間只要符合的 的那個老舊公寓大廈的話提出申請 那申請出負評估的話 我們是採取全額補助 那在樓底板面積未滿3000平方公尺的話是補助6000元 那超過3000平方公尺以上的話是補助8000元 在第二階段的話是有關於安家雇員計畫 那這部分是預計辦理在88年12月31號以前 取得建造執照的獨棟透天的一個住宅 那目前整體的需求計畫數 我們已經提報內政部來辦理審核 那接下來有關於產業園區的一個開發建設部分 那大浦美一期園區目前有15家廠商 在投入營運生產 那二期的部分的話 開面積大概有86公頃 那未加速二期開發進度 即掌握開發時機 那我們這邊有多次檢討土地取得策略 那並與我們區內的一個最大地主 台塘公司來進行協商 那終於在去年的10月6號 那我們成功與台塘公司 達成以協議架構方式來取得園區的土地 那並於在今年的2月24號完成簽約 那5月5號我們就辦理了土地的移轉登記 那這個是全國產業園區開發第一例 是用協議架構方式來取得的 那可為我們日後我們縣內其他開發案 建立一個比較新的一個土地取得模式 那有關於產業園區的土地處分部分 目前在辦理第一次公告的一個出售 21比秋塊的產業用地的各項工作 那目前可以確定的話 大概有可以售出19比秋塊 那月戰第一次公告面積的91% 那另外因為園區是位處於山坡地 那經過我們再檢討山坡地範圍 畫出的一個可行性後 那也經過行政院農委會審查決議本園區 大概有在75.57公頃可以再畫出山坡地的範圍 那接下來是在於馬籌後產業園區的部分 那我們一期的開發面積大概有85公頃 那在去年的11月16號 我們辦理第一次的公開標售作業 那在今年的5月20號 我們繼續辦理第二次的公告標售產業用地 那現在我這邊也歡迎 符合低污染、低耗水、低耗能以及高產值 有三低一高的這些廠商 那踴躍來標購 那後期的部分的話 我們在今年的2月24號 也完成了環境影響評估差異分析 也就是環差的一個審查 那目前還是在於最大地主 在協商土地的取得方式 那是土地方是確認完以後的話 我們即將辦理有關於公益性及必要性的審查後 及格取得開發許可 那以上是經濟發展處的一個簡單資料報告 那敬請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不令指教 謝謝 各位議員長 您對我們進發處 有要提出補充資料還是提出意見嗎 如果沒有請我們進發處請回 好 謝謝各位議員女士 前欄建設處 大會主席我們陳副議長 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早安 感謝我們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在過去半年之中 對我們建設處業務的支持以及督導 那建設處104年10月到105年3月的工作報告 如書編報告第145月到155月 重點業務報告如書編報告第17月到第20月 敬請各位議員女士先生指證外 那本人警救建設處這半年來工作執行情形 二要向各位議員女士先生報告 首先在道路工程方面 我們線道159線是由新港應美潭橋起到台十九線北港西橋頭前 全場大概是9.6公里 是每年這個400萬這個馬祖進香客必經的道路 那沿線有西北的六星宮 新港的奉天宮 板頭的長天宮 還有笨港的天后宮以及北港的朝天宮 被譽為是朝聖大道 那縣府將這個馬祖文化融入這個景觀意象中 把這條道路形塑成本線的一條重要的宗教文化景觀大道 第一期工程包含在這個起點夜美潭橋 我們有設置高10.8公尺的馬祖價錢護法 就是我們千里眼跟順豐爾將軍的一個雕塑路口意象 那在終點北港大橋前的曹化島 我們有設置12公尺高直徑3公尺的和啟平安馬祖意象圖騰柱 那透過我們常見的這個馬祖意象的顏色 就是金面混面還有黑面微顏素 那配合我們三叉路口來迎接來自十方朝聖信眾 那第一期的工程也在今年4月12號 配合我們這個馬祖的駐售大典的時程 已經落成啟用 那第二期工程呢 我們規劃在這個新港公園打造為馬祖故事公園 那透過這個補更榜到新港系列的馬眼虎爺等故事融入 藉由馬祖故事互動難道 讓各地的信徒能從遊戲中了解馬祖跟虎爺的傳奇故事 那第三期的景觀工程也進入這個規劃設計階段 那我們一期在縣道義務縣的周邊 打造一個馬祖一個爆馬仔故事跟繞境鎮頭的異象公園 那完成之後呢 會成為全球第一條馬祖大道 是一條結合宗教在地文化工藝美術 還有讓這個四百萬的朝聖信眾留下這個深刻印象 那第二點在新增布袋海埔地的另外道路方面 那布袋山港是本線的重要的對外港口 那因應這個布袋港的另外道路的運輸需求 還有解決最近很夯的這個玻璃高跟鞋教堂 洛城所帶來的人潮跟車潮 我們在這個布袋海埔地對外 就是北側要新闢一條新增的道路 來疏解這個地區的交通問題 來提升我們這個地方的觀光產業發展 跟增加這個布袋山港的港部機能 那總工程會我們蓋估是4.2億了 那相關的規劃計畫書的爭取 我們已經向航港局來提出 那預計先爭取這個規劃會來辦理 那希望能促進這個地方的一個交通的一個順暢 那第三個在線道15區線蒜頭大橋的部分 那這個蒜頭大橋是我們往來鋪子跟六角地區的一個重要的橋樑 那臨近有馬仇厚產業園區 高鐵嘉義車站特定區 長庚醫療專區以及故宮南院跟浙城文化園區 那橋樑的兩端都已經拖寬為18公尺 但是蒜頭大橋線寬只有9公尺 等於說是在往來我們六角跟鋪子之間是一個瓶頸路段 那本府在104年度起就已經辦理這個掀起的規劃作業 那在今年的5月也完成了這個掀起規劃 那蓋估總工程會是大概是9億元左右 那我們已經也含報公務總局來持續向中央來爭取這個補助經費 那因為這個地方是在鄰近這個故宮南院 還有跟馬祖大道這附近 我們會用採這個特殊景觀的設計 來讓蒜頭大橋形成變成我們的嘉義的一個新地標 那在道路管理方面呢 有關於我們的道路的交通標線標誌 號制的一個新設跟維修工程 我們都每年年禮跟今年初我們就委託這個開口合格廠商來辦理 那民眾有反應的話我們會隨時進行這個設置跟維修 一般我們大概四個小時內都會維修完成 那其餘的道路管理事項呢 我們都會依照我們的計畫進行中 那在公共工程方面呢 我們辦理101年到103年 以及104年到106年度 包含這個東石國中等老舊校舍整建工程 共有11件 總經費大概4億1300萬元 那目前已經完成兩件 那區已經還是照這個計畫的進度進行中 在建設管理方面呢 我們在辦理這個城鎮風茂行塑計畫 總共有15件工程 一件規劃案 總經費是大概是8200萬左右 其中三件工程已經完成 那其他的12件 那也會在今年底來全數完工 那規劃案也完成 也準備提報中央 來繼續爭取經費 那在辦理人本空間改善計畫 總共有8件 總經費大概5500萬元 那其中4件已經完工 另外4件也會在近期來全數完工 那第三 在辦理老人修行空間改善工程 也有兩件 總經費大概103萬左右 那其中一件已經完工 那另外一件在今年7月底會來完工 因為我們在受理水電 天然氣導管 塵裝業 以及用電場所電器技術人員 申請設立 變更 展延 廢紙等業務 這半年總共受了130件的申請案件 在採購方面 105年度 我們也在今年4月16號 辦理第一期採購專業人員的基礎訓練班 在5月底來結束 那這次受訓學員總共有77人 以上報告 敬請各位議員 女士先生指正 謝謝 我們處理人不夠很清楚 來我們各位議員總理 對我們建設處 來 林議員 林姐 謝謝 處長 我想問你一下 你這邊有所謂的道路管理 路標指示路標指示牌 路標指示牌 是由我們縣府這邊你們的科試在處理嗎 一般的話縣鄉道是我們 那如果是市區道路的部分是由鄉鎮市公所 縣鄉道是你們 那不涵鄉鎮市區道路 市區道路部分都是由公所 都是由公所 我們來申請 OK好 那我請教你 你查一下以後告訴我 然後並且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這種指示桿指示牌 它的高度寬度有沒有一定的標準 有都有一定的規定的標準 都有一定的標準 好 那你也一併把標準給我 是 好 處長 我們要請教你 那個水上鄉鎮義路 那個地下道什麼時候要動工 因為上次會刊的時候你說5月底前 那今天6月的還沒有開始 報議員後來我們有在清開 確實有裂縫從那邊進來 那我們也照這樣的設計 那因為我們簽辦已經出去了 那應該是之前在主機處有一些退回 所以我們大概這個月一定會上網滑保 所以是這個月 有點延長 對 好 然後還有就是我想要請問一下 因為140企業你們有講到道路巡查修補 我想要請問一下就是 你剛剛說縣到鄉道是屬於我們縣府下去做養護的嘛 是 對 那你們是怎麼樣做巡查的工作 巡查 會到一個修補坑洞啊那些 是 因為我們的道路齁其實還滿長的齁 我們總的道路大概是有1917公里 就縣鄉道的部分 那換算成道路面積大概是1862萬平安公尺 那我們縣鄉道的話 我們都有委託我們的開口合約 所以大概每天這個照進度 依照我們的規劃路線去巡查 那一般來講 尋到的話 路面有坑洞 我們是幾報急修 就四個小時內 一定要鋪好 那針對這一點齁 其實我覺得我有一個疑問 就是其實我們還滿常 有選鄉親在跟我們澄清說 哪裡有坑洞 哪裡路不平 哪裡路有高低差 那我覺得說奇怪 為什麼你們都沒有查到 然後我們都一直在接受這樣的澄清案件 然後包括說 剛剛那個00議員他有提到說 那個直視牌的部分 或是反射鏡的部分 應該是你們巡查的時候 其實應該就是都一併下去看 那為什麼都是民眾在跟我們澄清說 可能哪個反射鏡歪了 哪個指標怎麼樣 然後還有一點齁 我就是前不久 我相信 貴處有說到就是 本來有 之前是陳柏林議員他有澄清 就是請你們裝的反射鏡 有裝了 後來呢因為有家店 他因為開店 那反射鏡可能剛好在他角落的地方 所以呢那個反射鏡呢 竟然被某公所把它拆掉了 然後民眾來跟我澄清說 那個地方反射鏡為什麼不見了 那你們也不知道說反射鏡為什麼不見了 那是經過民眾跟我澄清之後說 那個反射鏡不見了 你們才去查 原來是公所把它 製作主張把它拆掉了 那像這樣子的情形的話 就是說你們根本不 假設說今天根本不知道說 反射鏡到底是怎麼樣不見的 那我們是不是 因為為了民眾的安全 要再去補一支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漏洞耶 你如果剛好 我就像我自己去辦桌 現在我自己又說 報告民眾又說 我再去補下去 那同樣的情況 就去補來補去就好了 你請問說 這是公所有問題耶 你今年管政府拆的東西 不是你拆的東西 你是怎麼可以拆的去辦桌 去移除 為什麼可以這樣子 好 那感謝議員對我們道路尋查 還有這個反射鏡的問題的關心 那道路尋查 因為其實真的是路很多 那我們大概也都會有尋到 我們都會去補級修 一定四個小時內 如果大面積的話 那兩百平方公尺 我們是七天就要修復 兩百平方公尺以上 我們也最慢都是14天 其實 出場我跟你說其實 我還蠻肯定這一點 就是我們在跟你們 反應事情的時候 其實你們處理的精度 其實真的都比以前快很多 就是還非常有效率這樣子 然後也有很快的回復 那當然的話我覺得說 其實縣政府是一個團隊 其實我自己在跑行程 我會發現說怎麼這裡 路燈不亮哪裡不亮 那或是民眾在跟我們呈情 說經過的時候 我們看一下 那我相信說其實 各個局處長 你們很多行程 你們也是要走的 對 或是說縣府的局處同仁 你們可能會經過 也會發現說哪一部 其實我覺得這個 都是互相通報一下 不用說再去等到 民眾來去公問說 哪裡路沒有白 什麼什麼的 其實我也沒有 沒有那個 就覺得說怎麼 我們要去跟你們講 這麼小事情 好像是你們縣政府 本來就應該要去做好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是大家都可以一起關心的 不要去說 都要議員去跟你們說 你怎麼路那一空不好 哪一個狗子 應該是 其實你們也是都會走 不然你們都拿筊來上班 路也是都會經過 我覺得對路不好 是大家互相通報一下 我覺得這樣子也很好 我覺得是互相協助 是是 議員這有意見 這是我給的建議 路燈不亮 各方面的問題 其實大家都可以互相幫助 是是 處長謝謝 謝謝議員 對建設處來 來 來 金毛議員 主持人 秘書 各位 董事 因為我這樣 感冒感冒想 我這個 我請到處長一下 因為我們以前 國雄町 路邊的草 都國務協會 立正義 聽說今年 本來國雄町 立正義 是我們 官政府 主動去公路局 要求的 或是我們 公路局來找我們的 因為你要去改 你可以去找雄町 對嗎 大家來參想 謝謝 好 我們感謝我們 黃金毛議員 對我們這個 路龍 尤其是縣道方面的 路龍的關心 因為縣道 因為在100.05年 就是今年 我們一個回歸 我們館 來館的時候 這個 道路委員管理 包含那個 插話的館 就是回歸到 我們政府的 這個 權責裡面 我們去年到的 其實已經 舊工作 開幾個月 開了 也有 依照它的 道路形態 譬如外觀 還有專門 還有大網 我們有公立 補助工作多少 都有跟他們開會 集成這個 協議 也法文 就是法文會紀錄 讓他們請到 那邊的醫生 我們跟我們在這裡 醫生 來補助他們 所以這個部分 都有跟公所說好 公所因為他們說 他們法包 會比較慢 但是我們也是有 法包的關係 依比的 所以公所如果 沒有做好 民眾 反應 沒有做的 你也是都有去 高雄庭 走那邊去看 現在的炒話 是有多少得色 是 現在 立正在主政 總的炒話 發六塊 現在有得色 我希望說 主張 你要 放六球 人家的 鼓勵一遍 啊 真喔 真過了 你沒有 我擁有得 我現在是說 你 叫人去 你不看人 發包 要派發包 啊 坐位 所在坐啦 啊 以前用的 伊鳳發包的 整個 家義館分開區 跟六球的 分開的 大區的人去整理 啊 你不得不只用這個 來 那個 麻煩的啦 讓鄉上發送 啊 是 所以 我們 去年齁 在那個 就決定案 那邊 就決定案的方式 就要處理啦 也決定好了 所以我們今年算七班 啊 所以 今年六月 我們還要照公所來檢討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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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結果 如果不好 我們在今年的議場 啊 我們會幫他 收費 由管副 統一發包 來 執行 啊 好 好 因為你說六月 六月 對 我們這五月 啊 再來一次 一六三三 第三期的新運動 啊 你 這樣做 第一期 第二期都做好 啊 既然 看了到時候 那段 到底是什麼情形啊 你怕說 土地有問題 啊 你土地有問題 要想辦法啊 啊 你一顆七千多萬 放在那裡啊 啊不然你不會把他拿來 做我們 啊 我們 李鐵翁的市場 說 那 我們的土地結婚來 國所頭前 你做那些錢 就把他拿來 啊 這樣沒有 洗到你 你把它放在那裡啊 啊 你協調什麼情形 阿嬤在鼓你小小小的而已 是 跟議員報告 我感謝你議員 議員 我們議員 對這個 一六三三第三期的 特寬的關心 啊 這個部位是因為我們在土地 政府其實在 既年底就已經把政府 叫他送到 這個 這個來政府 喔 地震師在那裡去審議 啊 因為喔 那個我們地方 我們有幾名獎 大概兩名獎 啊 對這個政修部門 他 對這個計劃 喔 啊 犯恐很大啦 啊 包含 他們非常來向 都像地政修和地政修去 包含 開那個心災火 地政修還請 他現場去講 啊 所以變成說 我們這個部門 就要繼續跟他們交通 他還要拿去修正 阿板 因為這個協調 那裡都 協議架構 協議架構 超過半年齁 我們要重啟協議架構 財菜 啊 所以我最近又不見了 以前是 公立委 做立委 你們拍照去做公通 啊 現在就配創立委 他那裡的人 就做他的公通 給他 來當作 人家整voline 比較好 來 或是做什麼 做 那久了 市長 你這個蔡緯元去溝通就好 那些土地都可以新潤行的 以前我們立委你就拍照去溝通了 你現在叫他去溝通就OK喔 你只有四五月放在那裡 整大樓都不會溝通 也不是盤斷 是 跟議員報告 實際上我們也知道 地政書也不希望我們拜託立委去溝通 所以這個保安之序 我都有跟民眾溝通是比較重要的 我們保安投的頂公所這面也來頂住這面 郭同有的郭同盪花 最近應該有進展 所以我們有修正去的會更深意 我們的工程的市部設計都設計好在準備 我們隨時就準備送完花棒 你的設計好我會知道 但是土地就是拿不到你是怎麼去 今天市部也不好 有啦 我們有非常好的來議 我們今年一定會來處理好 跟議員報告 這樣沒有了齁 來 文長議員 我們台北主席 我們台北主席 我們副議長 我們國局處 我們的主管 我們的記者朋友 還有我們的所有動員 主席 我想要請教 我們一錄書 討論第三個目標的幾個 有什麼進度 感謝我們董議員 對我們一錄書 一定是我們英雄區和一錄書 共獻 由國體大都到北港大都這段 第三個幾個 這個案 我們已經發報出去了 初步第一 他的工作計畫書 也都已經勝負了 應該現在是拿第一期的 就是期中報告書的階段 正準備要審議 還在100.5年的市政計畫裡面 都沒有寫到 是 是 那 這個部門最新的進度 我和補充給我們議會和郭議員 曼正義 處長不好意思 我在詢問一個 148業 我看你有講那個 104年的那個後車停嗎 就是你們在 去年底已經完工了 請問一下今年的 因為上面沒有今年的進度 個議員報告 我們已經發包 我們的抗公衛線發包 我們所有的 包含你建議那個後車停 我們二五個堆 就龍德村那個後車停 對 都已經派工 他的照進度去做 好 OK 好 謝謝 好齁 來 我們警察署請回 請我們水里署 大會主席 從副議長還有各位議員 先生小姐 還有我們 各位媒體的先生小姐 還有各位出席的同學 大家好 首先水里署的工作報告 在157到162頁 另外重點業務部分是在 第21頁到23頁 然後我這邊在就我們現在目前水里署的 比較重要的業務 跟各位議員做補充報告 首先 現在目前水利署比較重大 業務還是運用流域綜合治理計畫的經費 來持續改善 及提升我們縣管區牌的防護能力 然後第二個部分是持續 針對地層下限區的 液煙水部落來持續來管理治理 所以我們現在目前 目前除了104應急工程 跟105應急工程 104的部分已經全部完工 那105大概都完全 剩下一兩間大概 涉及上有一點問題 我們還在檢討之外 都已經完成發包 然後另外跟議員補充報告的部分 是說 劉玉仲爾 治理計畫 他除了在水利有經費以外 包括在水保的部分 包括在雨水下耳道部分 都有相互的經費來編列 水保跟水下耳道部分 是由營業組合定 然後我們直接來辦理 然後水保是水保局的合定完 我們來辦理 另外在水利工程的這個部分 大概總共全國有420億的經費 原則上是由中央跟地方各個分工來辦理 那以我們嘉義地區 是由我們跟武和局來分工辦理 大概武和局辦六成 我們辦四成 所以各位議員 先生下來如果說 有什麼相關水利工程的部分 不管是武和局執行 或是我們縣武執行的部分 我們都會來做窗口跟主導的作業 那另外有關 跟污水下耳道部分 我們除了持續配合推動舖子溪 整個流域的水質改善計畫 也就是目前在辦理的 民雄脫條地區的污水系統 還有舖子的污水水系統外 我們現在預估大概 民雄今年年底前會整個完成 民雄脫條系統完成 那舖子大概明年底會完成 舖子剩下一個用物二的部分 那後續我們會在 會積極跟營建柱來爭取新的系統來開辦 那原則上 現在目前新的系統有可能是 比較我們用人口數 就是污染源比較大的部分 大概是民雄的都市激化區 那原則上 就我們這幾年辦來了完了以後 包括已經完成了部分 物水儲蓄廠的營運 或者是做用戶接管 完後續的維護管理的工作 我們可能後續在辦的部分 會有不太一樣的處理方式 也就是說我們會 強力來拆違建跟拆法案子 那後續我們 當跟 後續在跟營建柱談好 相關的經費補助的時候 我們會開始陸陸續來辦理 相關的地方說明會 那屆時再請各位議員 先生小姐來幫忙來協助處理 那以上水利處做一個要報告 議員董寧對我們最理處 來 召喚甄議員 初長我請教你就是 我想我之前都有跟你請教過 六草三家那個抽水站 跟下潭的那個抽水站 對就是針對淹水抽水問題 那我想說請你再說明一下 就是你會怎麼樣處理 感謝詹議員 詹議員對鹿草香這個淹水問題 非常關心 感謝 第一個是那個三角抽水站 依照固要報告它的現況 我們查起來是ok的 是應該水量是夠的 那可能是之前有一點錯誤 就有點問題已經把它改善完了 那至於下潭的部分 下潭的議員在講的是 應該是鹿草泡水的最下游段 那最後下游段它的圓件 它的固要報告是大概 大概二十幾公頃 大概有二十幾公頃的那個 蓄洪池 到尾端應該算蓄洪池 它沒有抽水機的設置 那抽水機現在就是 現在現有的抽水機就是以前 就是說比較小型的 臨時性的來用的部分這樣子 那當初在益醃水就是 在前一個階段 在103年之前的部分 是屬於8800的部分 其實我們有 已經有好幾次跟水利署 來提報我們相關的治理工程 那問題是困難點是在於就是說 水利署在評定的時候 它包括以前的一煙水 包括現在的流種 它都是以保護人口 居住的地方為主要的對象 所以他每次我們報計畫出去 他就是找委員把專家來做看評 來做評分的動作 那看評完以後 其實我們加一線 我舉一個例子 以臺安市跟我們加一線 他們入選的分數大概都要八十分以上 我們的分數可能最高不到八十分啦 所以你說 我知道你說的那個就是 你依人口跟影響的人 就是淹水 就是影響多少人 然後我想要跟你說的就是 其實因為之前那邊的居民 其實都有跟縣政府反應很多次 然後我相信林慕會議員也有關心 可是啊就是 你們都沒有去做 那是在去年的時候 因為那個水已經淹到 躺在裡面的人沒辦法出 就是整個水 就是提案的水 就整個水已經漲到 他們的住戶已經沒有辦法出來買東西了 需要人家幫他們送東西進去 然後所以在去年的時候 其實翁崇軍委員就有一筆經費 把那邊的路都增高了 那當然居民還是希望說 因為路路後比較高 他們那住戶才有辦法 即戶人家才有辦法出來 才有辦法通行 那當然的話那邊的淹水 其實大家反應的 就是已經反應很多年了 那我也希望說 我們水綠座這邊可以積極一點 然後還有一點就是 我不知道說我們議員跟你們陳情的案件 就是說我是 古年跟你們陳情的 好然後就是 民眾跟我們陳情 我們跟你們反應的 那你們都沒有做 就下去做結案 那隔一年又換另一個議員 可能他又去跟你們陳情 然後就有做了 那我想請問一下 是我們陳情的案件 就是今年如果沒有做就結案了 就是什麼 登錄什麼研議什麼的 那就沒有了 明年如果 我們明年就不再關心 你們是不是一年算一百小 是這樣嗎 也不是這麼說啦 我們水利單位其實比較特殊 我們是以區域性來看 比如說議員你今年跟我陳情 那我一定會有一個動作 因為線紋的預算是有限的 那個線紋的預算可能是 配合的 主要是辦理說 我現在公告區培一些 比較小的資料 比較中小牌的一些改善 但是 經費就是要改善這些中小牌 其實也有限啦 所以我們原則上都會報水利數 那兩條路 第一個 我先報應急的 如果你用地可以趕快取得給我 我就報應急的 你當初跟我們說可能因為經費的問題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就有經費了 然後變成說 是 你們也沒有通知我們去會堪 就通知別的議員 然後去會堪 同樣的陳情人喔 這個 所以這樣是什麼意思 應該是這樣啦 就是說 我今天提報沒有準 那我明年繼續提報 就有準 所以是 到底是以哪一個議員為主 我們還是以針對有陳情的議員為主 這可能是 有可能是 我希望這裡可以注意 還有包括建設處也是喔 是是 我們以後會注意到這個問題 對啊 我覺得不是說 那種我們陳情人 因為我都會追蹤案件啊 然後你們都會跟我說 縣長沒有批沒有準啊 到後來有做了 就說 不是 一拜去問說這是我們陳情的 這樣是什麼意思啊 我相信說 你們應該不會去分說 這個是哪一個議員 因為什麼事情都是 大家都一樣的 因為我們都是在關心泄民 不應該是你們去討論說 是哪一個比較慢陣 還是說剛才有錢的 就是這個 你不應該這樣分喔 我希望是這樣子喔 基本上沒有 就包括那一天我們去外溪州 我也是全部的議員都有通知到 包括詹議員 不是我說的不是這個 類似比較這個應該是 那個是整個區域的 那個根本還沒有做 因為那個 我知道你們是全部 那個 那個我收到開會通知 我說包括說我們其他陳情的 那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應該說 我叫你們大家開會 來 趙萬真有跟你們說的 常常要給我做報告出來 你們都把我先進度 這樣好不好 是 我們下次注意一下這個細節的部分 我希望你們不應該這樣子做區分喔 是沒有區分啊 是原則上都是因為經費的問題 所以就是包括這個 我相信你們處理面應該有知道說 我有詢問說 欸奇怪 有做了耶 我怎麼不知道你們當時去回家嗎 我快點不知道有做了 比如說我陳情的案件 結果做了都沒有人通知我說 他已經做好了 跟議員報告一下 原則上是說 這是你們最上三次報啦 我知道真的 因為我剛才三次報 我們都有錄案 錄案可能是 要到經費的時候 或是經費河定下來的時候 可能有一段距離 那後續在判的過程中 可是沒有發文給我耶 你們是發文給 給其他人說什麼 啊這個我們有經費了 什麼什麼下去做的啊 然後就說 這是依照哪一個議員陳情的案件 啊我做人真頂情的 都不是陳情案 我希望這個你們留意 這是我們下次 下次注意一下這個細節 謝謝 謝謝 再來 對我們主義處 怎麼有要拿出意見 還是要 來 給議員 啊 台外主席 啊 我們管夫 我們一管 還有各位董人 啊 目前在這裡 要來 啊 首先 要請到 我們這個 出場 啊 當然在這裡 也要 感謝 我們過去 我們兩黨 頂了算多前 啊 啊我又拿這個案子 我們幾下大廢 嚴主的問題 因為 也感謝我們 這個主義處這邊 我們用應濟工程 來發包的這個鎮定 當然那個 經廟那時候剛才一千萬 當然那時候 選處長 選處長 因為答應我 他還要設計一千二萬 因為我們政府政府一千萬 要設計一千二萬 結果可能是 到接了 我們 我們處長肯定是不夠接 但是 我剛才聽我們處長說 經緣有限 我是覺得 我們要散用 啦 我們中央這處的經緣 我們盡量把它用完 不要說這樣 給我拿回來 因為我了解這間 我們政府一千萬 應是說 中央給我們 我們 發包之後 接著 接著 接著差不多 標這個 七千五百萬左右 所以這個中央 算了 這點 我請 請我們處長 可以 跟我們處長 單位這邊 可以有一個 默契 還是我們有一個 醫生 我們隨便說起來 現在 經濟不好 保障都會唱標 唱標 都差不多七千五百 還是八千 所以 你這個 我猜我們這個錢 正處得來 所以 所以這段 我希望我們處 政府會有限 政府會有限 對我們正處的錢 包括我們經濟處 這都比較有這個情形 我們如果處長 我們希望 我們這個錢 中央的錢 我們把它用完 所以 我們要和主界處 這段 稍後有一個答案 我們要報過過程 我們要有一個醫病金 當然 他們 包商 拚拚了 都隨便說 我們要出生半粗油 因為我過去 我當年六草雄中 也是一樣 也是說 譬如我們進去一千萬 我們就要把 設定千二萬 應該 我們處長 應該 都了解 這樣拚完之後 剩下多少錢 實在開到 我們 分禦城 沒什麼開到 差不多 都開到五錢 所以很不怕 你說 生存不來 是不是這樣 現在 這節要再剩一枝 當然 村莊 你為什麼要有承諾 在今年 因為這個應治公 要不要排 因為村一枝 所以很不錯 所以我希望 我們村莊 710 在今年 都要跟聯營 來完成 這樣 我希望 我們村莊 經費有限 這點 我希望 建築座這邊 還是一樣 我們今天 上面 很不簡單 有時候 我們要管理 三塊 三塊 五塊 都要半大桌 所以這些錢 很大 都很不差 所以這點 我希望 政府 跟我們主義處 這點 我們要注意 這點 我們希望 儘管這次 盡量用好完 讓地方 不要 再兩三把 都很不差 所以我 在這裡 把我們村莊建議 希望 這十一日子 我們 建議要把白人 完成 因為他們最好 來解決 民眾 可以 在這裡 經營或什麼 都不舒服 在這裡 感謝各位 各位這裡的出場 謝謝 感謝林美媛 我跟林美媛報告一下 你 其實去主理室 探討的經費 都是我過的 你這件事 我們是說營營工程 營營工程其實 中央是補助高雄 一聲 我們政府要自己投 那 剛才你說那七百五十個 是工程花包 事實上我們還要包 加上 比如說工程管理會 或是其他的雜費 或者是說 設計雜費 加起來應該差不多八百幾萬 當然我們要注意 其實這件我查起來 已經有超量設計了 就是說 一盒一千萬 我已經設計到一千一了 事實上 你比如說 你現在你 你標是標七百五十萬 但是 加上其他的費用 比如說加起來 是八百五十萬好了 其實八百五十萬 我們管理會出八十五萬 所以才是地方出的 那這個問題 我們也會跟台主單位 我們再來溝通 就是說 是不是可以多設置一點 但是這個 公開招標 萬一 標下 我超量設計 然後標下來 結果超過預算 超過核定預算 全部都限制要墊 除了墊了一層以外 中床都會用 所以我們有二十五萬 所以我們來注意 那第二點就是說 議員你剛才說 那幾十次那一件 那是今年度的應急工程 幾年去爭取的 那今年開始做 那原則上 還差的時候 我今年度 大概我跟水利署來談 是大概八九月 就會開始下來看評 他會把你的 後續的這部分再列進去 然後繼續來爭取 那原則上應該是 盡早來設計啦 然後應該明年度可以來 來來來試做這樣 謝謝 來 水利署 南部 池凡議員 大家好 我講一下 這個跟我們館府 我們的服務比較有關的 就是說 我們的各局處 尤其是設計工程 工程案件的局處 我希望說 你們如果要跟 我們人民的成型案件 要跟現場去檢查 或是說要去了解狀況 或是說要來協調的時候 你們需要傳柔跟你們培凍 或是到協調的時候 包括我們的水利署 建設組 比較常常有建設案子 是不是這個傳柔 你們事先可以 卡一個電圍 提早可以用一下 因為這麼多傳柔 你說 他們每天這樣 哭哭做 你們要搞之前 你們要處罰之前 電圍很少人 人家就這樣 趕快人家放著 工作放著 用來跟你們培凍 跟你們匯合 我覺得這真的沒禮貌 這麼多傳柔 真的在地上 真的做辛勞 很辛苦 所以麻煩我們這些 承辦工程案件 我們這些局處 特別主委 你們要叫你們下屬 提早人有時間 不能 鄉鄉要過很少人 叫人家去 去到現場 這樣跟你們建議一下 謝謝 我會交代下去 我會查一下 然後再看是哪一個案件 這樣謝謝 我知道 我知道 大部分我知道 水保業我知道 謝謝 來 來 我們補辦議員 台湖先生 副議長 我們今天他的議長 暗默 有變形 不然我們現在寫 寫的寶寫 可以在寫 補辦議員 你說什麼 我們的議長有變形 喔 這個議長是白的寶嘛 是白的寶 對 對 對 因為我們之前 我們都 有選擇議員 補格說 我們是不是這樣 整齊氣 但是我們 我們就不能有這個問題 我想希望 我們都可以 做這個經濟 技術表來處理 喔 當時 你選什麼 來處理就好了 喔 這樣喔 這樣怕你 我們今天有選擇 我因為說這樣 因為你沒有 就是台湖 你 合議一下 對嘛 你在變形 你就要台湖的動議 喔 你看怎麼處理 沒有 補辦議員 你的意思是說 要跟月報開始 對啊 你月報 他已經可以 他自己開 我們 是這樣啦 我們過去 我們的官僚是 早前就都給他辛苦了 現在 官僚又要負責官僚 對 那可能會有改的 沒 那可能會有改的 沒關係 不如法晉議員 今天有意見 提出 大家議員 他行為怎麼做 能提出 來討論一下 如果要通過 我們兩個局署 都要通過 我們還有跟我們團公相 要通過 監獄 我們何義之 大家說一下 因為大家的通過 都會有認定 來 林議員 林姊 林姊 林姊,我相信我們保辦先生的意思是說 台北你要尊重我們台北我們這議員的意願 你們都不尊重 你們就是台主台就是這樣這樣開都管理 都管理 有很多但是管理、管理久來就變隨便 所以你要變形這樣的議員是不是 在台北上你應該是要尊重這些議員 我相信保辦先生的意思是這樣 這兩天要改進 那兩天我們開會頭前要變形 第一天就要拿出 經過我們議員的同意 那現在是不是 我想主席是不是拿出這樣給台北的議員做一個 看大家有什麼意見可以拿出 好嗎 來來來 金毛議員 因為這是大家的合意 是大家的同意 因為我們的保持在開 因為我剛才剛才禮拜 我這算菜招 跟金頭的保持在開這個 保持在開這個 保持在開 我們都 有時候有些人要照顧 那些人要照顧 那些人要照顧 那些人比較不容易 我是說 我們如果沒有 台灣的我是說 像有月子 伯娘 就月子 我們就用 要後面 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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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在那裡 煮火才會用 阿伯娘你看怎麼樣 對 我知道 不可以有管理 對 因為你第一天 你變經議員 你第一天台北的變經 我都沒意見 對 今天台北已經被排出來 這會就要這樣 要給我處理 沒有我沒有 沒有你就這個議事座 身體會不會 看誰變經 沒有啦 我是說 會不會時間都會 沒有 反正我們你不可以 我們就可以 因為 因為我們 我們姓姓姓姓 我們就不太好做 因為我們來這裡 摸摸摸聽 我們 我們說兩句 不然我們就 在那裡有份 對 不然我們在那裡睡 在那裡睡也好 我們家裡不冷氣 這裡有冷氣的 我這樣 補辦議員提出這個 建議就是說 我們 我們 我們照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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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第一天台北已經 都比較遠了 對 這時候要給我開就好了 好 好 這樣我們出現議員 當然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我們農業廚到九個廚 我們沒有開議員 今天這個議題 當然 我們出現的議員 我們 我們補辦兄 已經坐 他們說也是 照程序是這樣 沒有不對 當然 我也不知道 我也是含金王爺是 蔡教委員第一篇 我都 看到我 會補正前 轉變的飛機 久了 我這樣看 也是會補時開的 有時候也會補時走 都不開人 到最後 我聽說 管理 大家都 因為 水公也像金王爺說的 大家都要照顧 有時候 會比較不容易 當然 這是 我 我 之前聽人說 會補時 不用開門 我也不知道 這個問題 當然 議員 他們的意見 我們也是要尊重 當然 以我個人的想法 是說 我們當然是 實在說 我們 我們國 局勢 這製造 也實在很不容易 當然 這個過程中 還可以說 沒問題 我們一個早就來完成 這也是 好 因為 這製造 做我們 國防電 水管管的工作 他們已經發力 也是沒有問題 當然是 我們議員 也是要有其他的時間 可以組織 我建議 大家可以參選 我們會後 希望我們 副議長 和我們議長 我們這個議員 大家再來 打合一下 法事 要怎麼做 我們再來處理 補班那 應該是 大家再來 我 我想 去年 去年 我也是這樣 去年 我也是這樣 沒關係 我們自己議員 大家來參加 我去的 可以讓現金的 總共 我們去 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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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來 你們的事情 你不來 你不來 叫我們 不要來 我 10度 暗時 收你們控制 對 他想你不來 你不來 你不來 叫我們 不要來 我10度 晚上 收你們控制 對 他想你不來 我 要求 就這樣 就這樣 你 你平安 你剛才 改變好 我都沒有意見 你今天 就不平安 你今天 我剛好看 這已經 會保證 變得可以了 對 這樣我不客氣 對 我 我 你那時候 我自己 看你來 我就可以來 還在那裡 沒關係,不然議員拿出這個問題 我們就叫我們的 議事之成表 所以我們這兩個房子 我們就是該一部,點半 我們台會準備便當 給所有的議員當年 我們暫時先休息 兩點 水里房,處長車會 好嗎?這樣先休息 開放 很快 一創馬